为未免长者送餐志工辛苦 县政府社会处在餐厅室举办了本县老人餐食 服务机优志工表扬活动 共表扬14位10年以上资历之优的志工 其中高龄86岁的洪宝安夫妇 乐于服务近20年 她的精神令人敬佩 县长陈光复也专程到现场致意 并送志工过年大红包 自1月1日起志工的交通费从200元调升为240元 每月增加1200元 令现场的志工是开心笑呵呵 县长陈光复表示 自上任以来将免费餐食服务对象资格放宽 至三倍中低收入户 以及7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 另外今年1月起比照公务人员误餐费 由县政府致筹新台币460万元 将餐盒的单价至65元调升为80元 透过大天使们温馨贴心的服务 不畏寒暑 将热腾腾的餐食送到长者的手中 让长者都能享用美味的食物 县长陈光复进一步的表示 县政府首次举办机优送餐志工表扬活动 目前全县的志工共有120位 表扬14位的志工服务已长达10年 服务热忱值得大家的学习 为感谢志工奉献牺牲的精神 陈县长过年赠送大红包 他向在场的志工宣布了这项好消息 每天志工交通费补助从107年度起 由200元提升至240元 以代表县政府对志工们无师付出的谢意 记者王海龙报道